虽然我们总教库里小学生 但是1988年出生的库里 如今已经34岁 到了职业运动员的末年 作为一个极其威胁的年龄 不少运动员在这个年龄段 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下滑 那么34岁的库里在这个年纪表现如何呢 和他对比 34岁的詹姆斯科比和乔丹的数据又是怎么样的呢 本赛季库里场均可以贡献25.8分 5.3了买6.4助攻 而在34岁升任当天 库里都能砍下47分的高分 比较本赛季 在库里的带领下 去年没有打进季后赛的勇士 在本赛季强势崛起 目前排名西部第三 并且是总冠兄弟最大热门 说完了库里 我们再来看一下34岁的詹姆斯吧 林詹姆斯已经37岁 因此 总会呼人第一个赛季 即18-19赛季 詹姆斯正值自己的34岁 在此前2018年季后赛 詹姆斯刚刚贡献一个不可思议的季后赛之旅 并且将骑士成功带进总决赛 而总会呼人后的詹姆斯 却因为复活的伤变影响 仅出战55场比赛 场均砍下27.4分 8.5篮板 8.3助攻 依然是全能善事的表现 不过球队却无缘季后赛的舞台 34岁的詹姆斯 无疑是一个失忆者 34岁的柯比 留给在12-13赛季 那个赛季 无疑是生涯最后的巅峰期 当时虽赛期 随着霍华德和纳什的加盟 呼人组成阵机联盟的F4组合 不过 这个组合在常规下 就暴露了诸多问题 因此 直到赛季末 呼人依然不能确保一张季后赛门票 因此 科比在常规下末期 开启了个人进攻模式 连续7场比赛 出场时间超过40分钟 因此在赛季末 一场对阵勇士的比赛 科比跟剑断裂 彻底断送了自己生涯最后的巅峰 那个赛季 科比场均可以贡献27.3分 背景将呼人成功 台阶季后赛的大门 与之相反 34岁的乔丹 唯一是上述巨星中 最成功的一位 97-98赛季 深压默契的乔丹 同样面对那一位外患 如同似手一般的公牛 却爆发出惊人的意志力 那个赛季 乔丹场均砍下 28.7分 5.8两半 不仅拿下自己生涯 第10座得分王 而且还入选最佳防守阵容一阵 如莹97-98赛季的MVP 这还没完 34岁的乔丹 率领公牛再次闯进总决赛 而面对老对手绝世 乔丹一记绝杀 帮助公牛拿到第六关 乔丹也拿到 剩下第六座FMVP奖杯 34岁的乔丹 简直堪称无敌 不愧是篮球之神